现今社会中连政府都赞同提倡个人自由 认为身体是个人的 因此做变性手术是个人的自由 然而这样的观点在古代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否是正常的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西方文化中的圣经也未包含这样的文化内容 因此变性手术显示人类文化的改变 偏离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 圣经中提到上帝造了人 中华文化则提到女娲造了人 这点中西方文化对于人世由神创造的存在有相似之处 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没有创造不男不女的人 因此上帝并不允许男人进行变性手术成为女人 或女人变成男人 这些变性手术是人类自行决定可行的行为 回顾圣经故事 上帝告诉亚当不可摘取树上的果子 然而亚当未听从神的话语并获得了神的惩罚 如今人类似乎已经遗忘了神的告诫 违背道义地进行变性手术 这样的行为同样将会受到神的惩罚 上帝创造了男人 期望他们体现阳刚之美 女人则体现阴柔之美 然而不男不女的变性人 无论外表看起来是男性或女性 身体中原本的气质和素质都会显现出来 这令人感到不适 同样的原本是男性的人变成女性 原本是女性的人变成男性 当今的人类违背了传统文化价值观 显示了道德下滑的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抢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